加拿大總理杜魯多表示 屋泰華當局在華為首席財務官 孟晚舟被拘捕前幾天得失這次逮捕行動 但沒有參與這次行動 這次是孟晚舟被捕消息傳出 並引發軒然大波後 杜魯多政府首次對事件作出評論 杜魯多表示他可以向所有人保證 加拿大是一個司法獨立國家 而當局在不受任何政治干預的情況下就此案下決定 但這顯然法庭已經禁止公開案情 他是不宜進一步評論 加拿大司法部星期三12月5日證實 因為美國引渡要求孟晚舟12月1日在溫哥華被逮捕 對他的保釋聽證7日舉行 據說美國要求加拿大逮捕和引渡孟晚舟 與華為公司涉嫌違反針對伊朗制裁令有關 北京在曼晚舟被逮捕消息 星期三曝光後 也就是他在被逮捕4天後 對這個逮捕行動提出了強烈抗議 盛請中方已經向美國和加拿大兩國進行嚴重交涉 要求立即放任 當被問到是否與中國總理或大使通過電話 杜魯多總理說他沒有就這次事件和國際同行進行交談